你见过外星人吗 你感受过面对外星人 面对死亡的绝望吗 当普拉带领的探险小队 搜遍整个地球海域 都无法找到金角巨兽的尸体时 他们决定对罗锋的家人动手 此时罗锋已经是地球领主 他的家人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罗锋的老爸还在家中带娃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罗锋家中陷入一片慌乱 普拉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助手 就是陀雷武 为了逼迫罗锋说出金角巨兽的下落 他成功劫持了罗锋的老婆 同时被抓走的 还有罗锋的弟弟罗华 罗锋家中因为及时开启防御 还有奴隶卫队守护 所以暂时安全 没有办法抓住罗锋的父母和孩子 陀雷武不得已 只能从罗锋的老婆和弟弟下手 此时的陀雷武依旧十分的嚣张 他在抓住罗锋老婆和弟弟后 就迫不及待地联系罗锋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罗锋 罗锋看到自己老婆被抢 弟弟面临被杀害的危险 当即就十分的愤怒 伯雷武逼迫罗锋 说出金角巨兽的下落 罗锋总不能说 自己就是金角巨兽吧 现在的他 根本就不敢想象 当他说出自己 就是金角巨兽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后果 自从吞噬兽意后 罗锋夺射金角巨兽的事情 就一直隐瞒 除了巴巴塔 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就是害怕金角巨兽的消息放出后 会引起各方轰动 他不敢想象 自己老婆得知自己 是一头怪兽 会是什么反应 更不敢想象 地球人类在得知自己的英雄 是一头巨兽 又会有多么的恐慌 陀雷武反复在死亡线上横跳 他不仅用罗锋弟弟的生命威胁 还要对徐星动手 此时的他 已经有了取死之道 大家知道 陀雷武最终的结局 有多惨了